这两天一直低调的大S和汪小飞夫妇突然窜上热搜 因为他们要离婚 谁都没想到已经结婚十年 育有一双儿女的大S和汪小飞的婚姻关系突然告急 媒体纷纷清楚挖掘其背后的动音 大小婚姻到底怎么了 他们俩的婚姻到底出了啥问题 是不是真的要离 这事还在发酵 真真假假 迷离难辨 大S的婆婆和她的亲妈都出来灭火了 事情的走向有待进一步观察 不管是真离婚还是一场夫妻间的计划 我们还都记得十年前两个人在三亚结婚时的空前盛况的婚礼 今天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 很难想象他们今天会把日子过成到了要分崩离析的地步 但愿只是一阵冷风刮过 感觉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根基没那么脆弱啊 2011年3月22号下午 10年35岁大S徐希元与小他5岁的汪小飞的婚礼在三亚海棠湾举行 婚庆典礼吸引了数十家内地及港台媒体前来采访 盛况空前 轰动两岸三地被称为世纪婚礼 从相识相恋到结婚 大小姐弟恋之间相处才一年多 如此短时间内结婚可谓闪婚 在大小婚礼举行前夕 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的江思县接受采访时 向一对新人送上祝福 愿意对新人圆满幸福 秉称婚礼受到了广泛关注 拉动了海南的婚庆经济 对于这一现象 多家电视媒体做了分析和报道 有报道称 大S和汪小飞双方来三亚的亲友团最终有300人 三天的总消费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这些嘉宾大都是文艺界和商界名人和政界人物 除了婚礼消费外 不少嘉宾还借此机会游览海南美景 另外 全国关注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三亚 婚礼又是对三亚的一次免费宣传 据说这次婚礼给三亚带来的消费收入 包括后面嘉宾旅游达2000万 而社会效益和良性影响更是无法估算 在婚礼筹备前 大S和汪小飞就向各媒体发了寒 称私人婚礼只想低调 不邀请媒体参加婚礼 也不希望被过分打扰 让媒体记者早早收心 以免空手而归 对于参加婚礼的嘉宾 大S和汪小飞都做了要求 不让他们拍照 可昨天的结果 还是没能让大S和汪小飞如愿 当时由记者乔装嘉宾混进现场 还有记者在场外占据游历地形 用长镜头拍摄 一切最终未能如大S和汪小飞所愿 当时的搜狐网老总张朝阳 利用当嘉宾和伴郎这一便利 率先在自己的微博上用手机直播大小婚礼 一时间婚礼在网上铺天盖地 现场很快被媒体攻陷 此后汪小飞和张朝阳这对朋友因此不欢而散 当天婚礼现场 伴娘、吴佩慈、阿雅和马Q 伴郎们西装笔挺 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奏响 汪小飞亲吻大S入场 掌声响彻全场 两人在亲朋的彩花欲祝福身中 登上鸟笼高台 新郎新娘站定 大S一路灿烂甜笑 杀群飘逸 十分动人 一对新人在主持人蔡康勇的引导下 宣誓结尾夫妻 大S一语 超级愿意表露出内心所有的幸福 一对新人互换婚戒 蔡康勇道 揭开面纱开始接吻 伴着一曲王妃的执愿为你守着约 大S汪小飞甜蜜拥吻 洗劫连礼 随着大S手中三只花球 抛出的美丽弧线 主持人宣布婚礼仪式结束 新郎新娘接受来宾祝福 新人退场 白色气球放飞空中 主持人请在场所有来宾 享用香槟美酒 并为这对新人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婚礼仪式结束后 晚上六点举行婚礼晚宴 宾棚享用美食 畅聊狂欢 通宵打蛋 本次婚礼请来众多重磅嘉宾 除了大S汪小飞的亲戚朋友之外 还包括奈英夫妇 李亚鹏 杨坤 高晓松 郭德纲 于谦 大S姐妹涛 阿雅 吴佩茨 刘谦 蔡康勇等众多娱乐圈明星 大S夫家 包鸡包吃包住 可谓是一场绝对的娱乐圈盛宴 然而十年过去 再浪漫美好的誓言和爱情 在岁月的魔灼下都归于平淡和琐碎 就在大S拼了命 高龄产下一对儿女时 人们都以为大小恋相当稳固 尤其是2016年 大S以40岁高龄产下第二谈 这不仅仅是个生孩子的事了 这简直就是稳固婚姻家庭的宣言了 若非真的恩爱 怎会如此薄命去为汪家生孩呢 然如今结婚十年 欲为一对儿女 被一直看好的大小恋婚姻 却突然出现了危机 离婚遗云甚小神上 让人措手不及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大S婚姻面临危机 撒娇女人最好命也不管用了 从万众瞩目的傲娇女王 再到如今面临婚姻危机 大S也没能让自己的婚姻一帆风顺 在这十年的婚姻里 她一直被奉为说着最温柔的话 却做着最狠的事 相比妹妹小S如传闻中遭受家暴多年 依然不愿放弃 姐姐实在是又撒又有想法 仿佛将婚姻经营得有声有色 甚至在网络间 她的许多育夫之数都得到认可 比如颠覆人想象的播下理论 以及撒娇女人最好命 仿佛都是她在婚姻中 能够游刃有余的最佳利器 如今她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 显然也是在说明 没有绝对的婚姻密集 只有永远不变的责任性 也许离婚并非实锤 但婚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就连一项被评为大嘴巴的范围 其经纪人也回应道 公司这边不做任何回应哦 可以脑部隐隐约约有听说啦 哪怕没离婚 他们夫妻其实已经积攒了很多矛盾 首先婆媳关系就是一项很大的难题 看过张兰的小视频就知道 这位婆婆并不好相处 性格古怪 还总是自带一种傲娇气质 最重要的是 她和儿子住在一起 另一问题也一直存在 他们这场两岸婚姻 一家人居住在河地始终是问题 当年在康熙来了上 蔡康永提问大S 会不会汪小飞要回北京 你要留台北 还被小S瞪眼制止 近两年 因为特殊时期 汪小飞的事业也急剧下滑 有媒体报道 大S都开始卖房子 填补汪小飞的生意亏损了 于是网友也直言 都这样了 你说她想不想离婚 当然 婚姻十年难免遭遇挫折 这也正好印证了 当初他们被热捧的婚姻秘籍 也许并不管用 当年给众人安利婚姻秘籍的 幸福三重奏 如今倒像是个笑话 福音爱离婚 大S在离婚边缘 当初最不被看好的 蒋琴琴与陈建兵 反倒成了大家心目中 最想服气的一对 在前两年 大S著名的剥下理论 一夜爆火 时至今日都被当作提问 或者某种判定标准 节目中 大S一脸震惊地 望着旁边的嘉宾 你怎么可以自己剥下 行为很做作的样子 但没想到 却是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赞同 撒娇女人最好命 会作的女人才能被疼爱 从那之后 互联网便掀起一股歪风 女孩子不吃草莓屁股 不吃蛋打鞭鞭 西瓜也要吃切好的 更夸张的是 西瓜子也被贴心去除了 在他们看来 懂事的女人往往都不被珍惜 多么毒的鸡汤 直到后来 像王子文这样帅气的女孩直言 虾就是要自己剥才有乐趣 才慢慢将很多人拉回现实 婚姻里 哪有什么永远的公主 不过是互相付出 不少人对于亲密关系 婚姻都有一定的误解的 比如总觉得女孩子 食指不沾阳春水 才是最幸福的样子 总觉得男主外 女主内的婚姻 才足够稳定的 小鱼看了这么多明星 婚姻破裂才发现 大家对一段关系的理解 十分片面 总还是停留在一种行为 或者一种观念 有人说女孩就该被宠着 男生做饭洗碗 实际上 在追星星的人中 何超连不仅会做饭 还动作熟练 还接地气地说 我先把坏的切掉 赌王家的千金 都如此接地气 无数普通人 居然还把 不会做饭标榜 当成一种精致受宠 在婚姻中 永远不要过于自信 当你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随时有更多选择时 对方可能正在 为你拒绝很多机会 到最后 你只会因为自己的失误 丢掉最珍贵的金子 好的婚姻 一定是相互付出 并且接地气的 没有谁高人一等 没有谁永远卑微